你的光 是我腳前的燈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 是我腳前的燈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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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继续从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来讲末世论 我们讲到耶稣在提醒我们那日子那时辰你不知道 有很多的征兆 那些征兆都是人类历史上都发生过的 可能将来有一天在主再来的时候会发生更频繁 但是重点不是在那里 我们的主再来当然是最好的事情 可是每一个时代人都可以享受主的再来 主并不偏待人 每一个时代我们都可以因为圣灵的工作 而随时准备迎接主来 各位 主耶稣降生的那些人看到他真是有福了 主再来的时候能够亲自迎接他的人也真是有福了 但你觉得神让多少人经历这些不太多 耶稣降生的时候只有那几个牧羊人 后来有这些东方的博士来看他 没有很多人 耶稣在世的时候接触过的人也我想几十个几百个吧 最多几千个了 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样状况 但是耶稣这一生在地上的时候 有人曾经也说过这一句话 怀你的胎和颅养你的有福了 对耶稣说 耶稣说是有福 玛利亚是有福 不过还不如听见主的话就去行的人有福 所以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够 第一次是一定没有接到耶稣 那时候我们还没生 第二次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接到耶稣 就是我不知道我这一辈子会不会活到 刚好主耶稣再来 我们是盼望那个日子 但是我们不一定能接到 所以我们更盼望另外一个日子 因为接主我们不一定接得到 但我们盼望到主那里 那是每个基督徒一定有的 我们会到主那里 然后主跟我们在一起 那就求主让我们每天都跟主在一起吧 固然我们每天跟主在一起 不等于将来在天上那种美好 但是也有一种更美好 就是我们在这么多的罪恶痛苦折磨当中 我们能够忠心按着主的心意来做事 将来没有十字架了 将来只有复活的荣耀了 我们今天还可以跟主一起悲十下 这是很美好的 所以你今天过一个基督生活 过一个末世的生活 这也就是说要警醒 而且耶稣用了一个很侮辱自己的名词 来提醒我们学一个功课 你知道耶稣说他像什么 他像羊 他像狮子 他像君王 他像新郎 他像元帅 他也说他像一个小偷 耶稣用小偷来比自己 他像一个小偷 有贼来 那你们就像家族 你们要防贼 这也更明显的让我们知道 耶稣来的那个日子 你不会知道的 因为小偷 除非我们在那个小说里面 才看到这种事情 小偷 一般小偷 不会写一个通告告诉你 今天晚上几点几分 我要从哪一个门进来偷你 那是小说里面才有这一类事 事实上不会有的 所以耶稣讲这话 你不要搞错了 你以为就是 那耶稣像小偷一样 那我只好天天等他咯 天天等他来了 各位那你就要失眠症了 因为耶稣有讲 就在你不知道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小偷什么时候来 你醒的时候他绝不来 你警醒的时候他绝不来 你睡的时候他就来了 那你就说 那我们就不睡觉吗 没有啊 我们还是要睡觉 我们有防盗设备啊等等啊 那你耶稣你怎么防盗 你怎么防他 你怎么都防不了他 各位 警醒等候主来 不要搞错了 不要以为你算出日子了 甚至算出地点了 然后你到贝里斯去 然后耶稣是1995年8月15号 8点钟来 于是我在7点55 我们全家就每个人拿好圣经 在那里看圣经 然后看 8点了你来了 看到 耶稣看到你在看圣经 你好乖哦 现在在天上赏赐大 你想耶稣有那么笨吗 你想耶稣就像一个 我们以前长官来巡视的时候 我们就是那一秒钟一分钟 在看圣经 或者一秒钟一分钟在出操 就骗过长官 我们能这样骗耶稣吗 那太愚蠢了 耶稣来的日子时辰 根本不知道 你也不必再以为他来的时候 你正在传福音就好 你觉得你在传福音前十分钟 你正在看色情影片 你知道耶稣在天上他没看到吗 你以为这么好骗他 各位警醒不是我们基督徒算好日子 然后就骗他那十分钟五分钟 那刚好是下地狱的那种警醒 警醒就是随时尊主为大 我们的不警醒就是我们会忘记耶稣 我们的不警醒就是我们忘记他的救恩 我们不警醒就忽略他小看他 对他的权柄对他律法对他福音都轻看 那叫做不警醒 你忘记你已经结婚了 你还跟别的女孩子这个样子 你忘记你银行的存款有多少 你还这样花钱呢 你居然忘记明天是联考 你今天还在这里这个样子 警醒是把上帝当做上帝 上帝永远是上帝 所以永远要警醒 所以我不觉得基督徒末世 需要有一种什么特别生活 我们要说 耶稣快要来了 所以我们要穿上一个背心 主臂再来 耶稣快要来了 我们天天要读经祷告 耶稣快要来了 我们天天出去传福音 没有 你就过你该过的日子吧 你该建造方舟 你建造方舟 你该养育儿女 养育儿女 你该跟踪盖造 跟踪盖造 你们要好好的做 你们手上工作 保罗是这样讲的 圣经也是这样讲的 没有一个上帝的仆人 从旧约到新约 是天天在那读经祷告的 那是虚假的 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 我们心中敬畏上帝 那我们该做的事呢 圣经有很多的描述 马太福音24章45节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 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 那恶仆心里说我主人必来得值 就动手打他的同伴 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 在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时辰 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惩治他 定他和假冒为善人同罪 在那里必要挨苦切齿 你看 这种人就是在算 主人这个时候不会来 那个时候不会来 其实主人就是在 主人一定会来的 就你不警醒 那所以你真的要警醒就是怎么样 你就不要打你的同伴啊 你就不要怎么样 你就不要吃喝醉酒啊 我曾经听过 以前在美国餐馆打工啊 这个 那时候餐馆一完 马上就回家 那他们有的还要打麻将啊 还有什么 我又回去 小康干嘛这么快回去 家里还有老婆 哎呦小康真是大老婆 回去 哎 我也是 我那时候神学生嘛 我又觉得不能每次都不理他们 哎有一年呢 我那天呢 就留下来了 我们餐馆打工完了 大概都是十点十一点以后了 哎小康今天怎么不回去 哎我太太 因为我太太回台湾了 我今天不必回去 各位 那些餐馆的其他同事马上说 马上说 哇你很爽哦 这下爽了 然后这些坏男人呢 就开始说了 哇老婆不在 现在可以把女朋友带回家了 然后个个就开始分享她的经验 不过你要确定她上飞机咯 另外一个说 上飞机还不行咯 我老婆曾经上飞机 我就叫女朋友来 结果后来天气不好 她又回来了 你要确定她降落在另外一个层咯 等等等等啊 各位你要确定 你老婆不在的时候 她回来没问题 有没有一个百万无一失的办法 你确定她已经上飞机了 哦不行这不可靠 你确定飞机已经起飞 这还不可靠 飞机会折回 你确定她已经到了那个城了 那也不一定 她也许已经怀疑了 她在那个城已经派侦探社来监视你了 然后你就确定你跟你女朋友出去的时候 没有一周刊 各位我告诉你一个办法 绝对不会有人逮到你的 就是你假设你老婆都跟你在一起 你过一个正常的丈夫生活 她不在你没有外遇 那你就确定任何时候你都是安全 如果你要想要有外遇 然后防一周刊 防这个防那个 各位你都知道嘛 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或者是老公高一尺老婆高一丈 总有人会找到的 上帝更是这样 你要想耶稣来的时候 她很喜悦你 不是她来的那几秒钟 你没有左捧右抱耶 是你这一生的日子 都信靠她 相信她 你一生的日子 会犯罪 会做错 会醉酒 会打同伴 会有婚外情 你赶快认罪悔改嘛 主仍然赦免仍然恩待 所以我们再次说 末世论 不是在算哪些日子 不是在看有哪些灾难 那些东西我们都看得到 不需要末世论特别提醒 是越来越相信我们上帝尊主为大 而耶稣讲的这些比喻 都是叫我们在末世 在天国有一个好的生活 好下面我们看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一节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 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 五个是聪明的 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 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 在器皿里新郎 持烟的时候他们都打顿睡着了 半夜有人喊着说 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 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 愚拙的对聪明的说 请分点油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聪明的回答说 恐怕不够你用 你我用的 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油吧 他们去买的时候 新郎到了 那预备好的 同他进去做席 门就关了 其余的童女来了 说抓抓给我们开门 他去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你们要警醒 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你看看 哎呀我们真是很对不起 我们主耶稣 主耶稣一再讲 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可是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就在讲 我知道我要算 为什么我们做的每件事 都跟耶稣字面清楚的教导相反 那你能怪谁呢 当然我也要求主赦免了 我讲这话实在是太没有同情心了 太没有爱心 求主赦免也请各位原谅 不过我们来看这故事 因为这故事也很好看 耶稣说天国好像 这就是想讲 天国之君再来的那一段时间 发生了什么事 不是说天国的性质是这样 而是人对末后的日子的 那个反应是怎么样 你看耶稣真的很喜欢讲这个 吃饭和结婚的事情 食色性也 耶稣很知道我们就对这些事很关心 而这里有一些我们不太懂的风俗 那么解经家也很喜欢在这上面卖弄学问 当时的风俗是怎么样 各位对不起 我又乱骂人了 不要骂解经家 但是呢 你没有解经家的学问 你看这经文应该也可以大概看得懂 他在讲什么 他在讲一个习惯 就是新郎呢 会回到这个村子里 当新郎来的时候呢 看起来是第一个会迟 第二个甚至知道半夜 这姐经家告诉我们 新郎最后回到这个村子里的时候呢 是很晚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是晚上 所以都要有灯 这十个童女是什么呢 大概是新郎新娘的朋友 他用童女来表达 可能更是新娘的朋友吧 但是啊 我不晓得也许 女孩子喜欢参加婚礼嘛 所以就 用十个童女不用童男来讲 徐福就是童男了 这五个很笨 五个很聪明 这跟婚礼有关系啊 有人拿着灯不预备 聪明的拿灯预备油 好了 他们要迎接哈 这有一点 我们稍稍改一点 有点像我们台湾的 婚礼或者婚宴 我在教会里 我主持婚礼一定是绝对准时的 那喜宴呢 我那个时候也是绝对准时的 不会迟的 那不过一般都迟啊 我们小的时候啊 那个参加婚宴啊 说是六点开席 有七点钟还没有开始 就说迟到了 火大得不得了 哎呦 以色列有这个风气 新郎迟到了 哇那个迟的比我们还严重啊 我们下午三点钟 新郎新娘入席 他到晚上十二点还没入席啊 各位这太离谱了吧 好也有解经家说 这是农村的风俗 好不我们都不管那些 我们就说啊 我们这新郎明显是指着耶稣 就好像耶稣在骂自己嘛 迟到大王 哎呀末世论也是迟到大王 对不对 好像千年如一 日如千年 耶稣说我就快来 我一定快来 怎么还不快来 这是特快车 这个高铁怎么误点了呢 一直没有来 各位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 耶稣都已经讲了 耶稣一方面讲 要我们预备好 他随时可能来 他随时可能来 一方面又告诉我们 他非常可能迟眼 你说那要我们怎么办 哎 要你怎么办 你要好的预备 那好的预备是什么 我透露一下答案吧 把你正常的生活过好 如果今天我爸妈来检查我 我的生活 他是半夜十二点钟来 他应该看到我在睡觉 就嗯 这儿子睡得好 因为这是睡觉的时间嘛 他如果是中午十二点钟来 看到我正在吃饭 哦 这儿子按时候吃饭 吃得好 如果是晚上八点钟 我不知道我不看电视啊 八点钟新闻 我正在看电视 嗯 这儿子看电视时间很好 只是看电视时间 我的意思就是说 各位 我不必我爸妈来的时候 我正在做功课 他才满意 那种父母就变态了 你该吃的时候吃 该睡的时候睡 你该做什么时候做什么 耶稣来的时候 或早晨或白天或晚上 或者是你该睡觉的时候 该度假的时候 你做你该做的事就好了 你心中预备好迎接主 爱主 信靠主 这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今天做的就刚好相反 包括那些移民到贝里斯 你心中没有主 你在想骗他 你正在看圣经 然后你外在的行为呢 又不是一个该有的行为 你应该在台湾工作 在台湾工作 就跑到贝里斯去迎接主了 全地都是主的 好 现在我们再来讲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新郎 新郎迟到了 也暗示我们一件事 耶稣好像会晚到 在生活中 其实不是说耶稣再来 很多时候我们祷告 耶稣好像都迟言不回答 对不对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耶稣的救恩 耶稣的帮助常常到的太晚了 迟言了 而圣经有讲 那那个时候你更要有预备 其实预备有答案 我都跟你讲 要有信心 你不要怀疑 你要继续坚持 好 这里 其实那个油只是一个预表 好了 聪明的拿着灯 那时候没有路灯 迎接新郎要有灯 然后又有油 新郎迟到了 他们都打顿睡觉了 各位请你也注意 打顿睡着没有错 这里圣经没有责备 他们打顿睡着是错误的 事实上 新郎迟到半夜才来 你不打顿睡觉才是笨蛋 就是说好好睡一觉 半夜人说 新郎来了出来迎接 就出来迎接了 他们先要收拾灯 那个收拾灯 大概就把那个蕊弄亮一点 可以灯弄亮一点了 余卓的最聪明说 赶快分一点油给我们 聪明说不够 你自己去买 你去7-11买 各位你看这些教训都好像很错误 第一个迟到 第二个没爱心 油不分给别人 对 我们天上教训都是要准时 油要分给别人 然后第三个 这新郎也是我们主耶稣最可恶 到的时候 门关起来了 其余通你买完油回来说 主啊给我们开门 他说不认识 他应该认识的 哇这么心狠啊 不认识 如果照圣经其他耶稣讲的 耶稣在这里大家不要讲那么重的话 在其他讲就是 他们会在外面的黑暗里 哀哭怯齿 哎 这比喻在讲什么 在讲第一个 耶稣迟到 第二个 耶稣很新 第三个 耶稣劝其他基督徒自私一点 不要把油分给别人 跟我们的教训都完全相反 耶稣在讲什么 各位 当然不是在讲这些 耶稣在所谓上帝的迟到 或耶稣迟到 这是我们基督徒天天都知道的事 上帝好像回答的恩典 还有很多时候慢一点 那你就更要有信心嘛 忍耐等候救必得救 所以那里讲到的预备就是说 你要有预备 这有预备就是什么呢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说 你看中迎接新郎吗 各位解经家都会告诉我们 其实不告诉我们 我们看那五个聪明的童女 就应该知道一件事 就当时新郎迟到是很普遍的 要不然这五个聪明的童女 怎么会预备好呢 另外五个一定也知道 他就糊涂了 或者说他没有看中这个新郎 他没有把迎接新郎当作最重要的事 各位你把有人要到你家里来 要来看你 如果你把这件事看中的话 那你就会说 你会打听清楚 这个人如果你很看中他 也许是你未来的准丈母娘 他喜欢喝什么茶 他喜欢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我所预备的一切 希望他很满意 如果你看中新郎的再来 如果这个新郎是你的朋友 而你应该知道 起码那五个人知道 都会迟到的 那要预备好 有吗 你看中主的再来 你就一定预备好他的再来 预备好他再来 不是计算好什么时间 预备好再来就是 随时随地活在他面前 我将你摆在我右边 免得我得罪你 这就叫预备好的人 不是一天到晚传福音的人 叫预备好的人 是随时尊主为大的人 是预备好的人 该吃的时候吃 该睡的时候睡 这里也不是叫你不要分 什么油给别人 不是叫你不要有爱心 这里再告诉我们一件事 救恩的事情 任何人不能替你代劳 你得自己预备 你得自己相信 我们可以陪你 我们可以提醒你 我们可以告诉你 你要预备好多买一点油 每个人手有限 我不能帮你买那么多 我们要拿灯也要拿油 你也要拿 你要预备好 别人不能帮你预备的 这时候分了 大家都是一片漆黑 救恩是跟人分享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信心 你不能分享别人的信心的 你要自己预备好 好 所以预备好 不是那一刻的事情 是看中耶稣 把耶稣当作耶稣 这是我们末世的生活 在二十五章第十四节 又讲了一个 哦 这个末世的生活 那会叫我们华人非常喜欢 因为这是这样赚钱的 我们一听到赚钱 眼睛都会亮起来了 耶稣讲的也是 非常符合现代人的标准 要赚钱 基金要赚钱 股票要赚钱 他也在这样赚钱 你看耶稣多么的实际 十四节 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 就叫了仆人来 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管 按着个人的财干给他们银子 一个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二千 一个给了一千 就往外国去了 那领五千的随机拿去做买卖 另外赚了五千 那领了二千的也照样 另外赚了二千 那领一千的去截开地 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 和他们算账 好 各位好 我们可以等一下 因为这个你会很有兴趣的 这里再讲 李专的故事 三个理财专家的故事 就是各位 你可能也做这个工作 也可能你也有李专 一个主人他要出去 他的产业要给三个人管 就跟我们今天李专一样 有人是五千 有人两千 有人是一千 然后 钱就给他管了 而五千的马上就做了买卖 因为赚了五千 两千的也是一样 一千的呢 把那一千两银子呢 埋在地里去了 过了很久很久 各位这过了很久 到目前来讲已经两千年了 耶稣离开我们已经两千年了 这两千年都是末后的日子 将来审判都要审判 我们的末后日子怎么过的 那个末后日子呢 你想耶稣要怎么审判你 带领多少人归主了 圣经看过多少遍了 教过几次主日学了 都不是耶 就这个故事来讲 耶稣来审判你是 看你赚了多少钱 所以你看多棒嘛 这有钱的基督徒看到这段经文 都很高兴啊 我赚了多少钱 当然你知道我在开玩笑的 重点不是赚了多少钱 这里讲的是 当主再来的时候 祂要跟你算账 祂给你的恩典 你是怎么用的 也就是说 你是怎么用你的 怎么过你的基督徒生活的 甚至你有没有带领人 可能一个人都没有带归主 你只要信了耶稣 你知道是主的心意在生活 凭着信心生活都好 你说没有人带人归主 这有可能的 我不是反对你带人信耶稣 这是最重要 我们这节目就是要你信耶稣 但是比那个还重要的是 你心里自己是不是信主的 我们是不是随时心中尊主为大 凭着这个信心活出的行为 那才是有价值的 所以各位 我们下次会再讲 这三个李砖的故事 我会再提 如果你这次没有听 下次会再提 不过重要的就是 这个李砖 是把主人的心 心意看得最重要 赚多少钱是次要的 他尽心地去做了 把主人的心意放在心里 知道恩典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下次再详细地分析 《愿上帝赐福利》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当地道就是我们 我们一条心 和你道路 因为神会被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被处于耶路森 也和我离 也和我离